中国出任安理会轮值主席国 承诺主持公道 上来就拿美国来练手了 大家好 欢迎收看马超说 11月是由中国担任这个安理会的轮值主席国 那么我国外长王毅也承诺了 中国会担负起责任 主动主持公道 推动巴以冲突问题的解决 王毅强调 袈裟局势日趋恶化 民众的伤亡数字正在不断的上升 那任何有良知负责任的国家 都不会允许这样的惨剧继续下去 不仅如此 这个出任联合国轮值主席国之后 中国上来就先拿美国来练手了 在中国的主持之下 最近联合国就美国撤销对古巴制裁的这个决议 以187票赞成 美国以色列两票反对 乌克兰一票弃权 这样一个绝对的压倒性的优势通过了 中方就敦促美方 应该立即就全面的取消 对古巴经济商业和金融的一个封锁 到今天为止 美国已经对古巴进行了60多年的制裁了 联合国大会也已经连续30多次 以压倒性的多数通过了 美国终止对古巴经济封锁这样的一个决议 加上这一次一共就是31次了 或许有人会认为美国之前30次都没有遵守 难道这一次就会遵守了吗 其实不论是这个俄乌冲突还是巴以冲突爆发以来 美国一直都在打着正义的旗号 不断的向冲突地区提供援助 美其名曰 这是自己帮助乌克兰和以色列进行自卫 但是明眼人都能够看出来 美国其实是在拱火 那么中国这一次向美国施压 一方面就是一个兑现承诺 是为国际社会主持公道 不仅仅是巴以冲突方面 各个方面中国都会去主持公道 那么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 只要是有需要中国的地方 中国就会出现 而另一方面是放大了美国的一个真面目 美国自诩是正义使者 那么现在美国对古巴长达60年的经济封锁 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只有让更多的国家 更多的人看到美国的真面目 在之后涉及巴以冲突的方面的时候 人们才会对美国这个国家更为警惕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比如说现在目前全世界都在谴责 美国和以色列的这种大环境之下 不排除美国之后会做出一些善举 来挽救自己在国际社会上的一个形象 到了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告诉美国了 不要再装模作样了 实现巴以冲突停火才是最重要的 比什么都重要 如果美国真的要做什么善举 就先把被美国制裁的国家制裁给解除了 只有这样才有说服力 除此之外呢 美国现在越是和全世界对着来 全世界的人民对美国的这个愤怒 就会更进一步 以后美国也别说想在联合国上 对某个国家施压了 恐怕美国刚一开口就会有人站出来 叫美国先管好自己 那么实际上呢 美国也不是没有压力的 我在之前的节目里也说过 最近就有美国的媒体透露 拜登已经开始私底下劝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辞职 这就开始有一种大难临头各自飞的趋势了 所以这个时候就更需要中国这样的国家站出来 为正义发声 不给美国这头恶狼一点喘息的机会 好的本期话题到此结束 感兴趣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和我讨论一下 我们下期见